正在歐洲訪問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警告巴爾幹半島國家 要小心中共利用賄賂開路 以及在敏感技術領域的投資 所帶來的風險與傷害 蓬佩奧週六代表美國與希臘簽署了 《共同防禦合作協議》的修正版本 希臘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說 新協議將強化希臘在該地區的 軍事和戰略基礎 對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同時 美國和希臘也同意在 經濟、貿易和文化等方面加強關係 希臘請求美國幫助化解東地中海的緊張局勢 因為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在離岸主權上 一直存在爭端 另一方面 蓬佩奧週五在造訪北馬其頓時 警告巴爾幹半島國家 要小心來自中共在敏感技術方面的投資 我們希望北馬其頓成果ould成功 並非操縮和財務 輕行戰車 新唐人記者林宇綜合報導